9月18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美国1971年从越南战场退役的哈佛毕业生 美国民间智囊兰德公司的高级雇员叫做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这天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厚厚的文件 这个埃尔斯伯格是这个兰德公司除了负责人之外 唯一可以阅读这批文件的人 这批是什么文件呢 除了明显的档案号、日期、制作人的姓名、第一个字母 美国人叫initial 除了这个initial之外 这批文件没有统一的名称 但是却标注着最高机密的字样 这个是47卷多达7000页的越战报告 它包括了决策者的个人笔记 会议记录、电话记录、备忘录 甚至还夹着一张便签 文件的最后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之所以深陷越战是决策者造成的 历届的这些首脑们呢 都是先让自己相信派兵去越南是对的 然后再把这样的结论推给公众 这批文件是谁做的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的项目组做的调研稿的 麦克纳·马拉他本身 他就是越战的主要操盘手之一 但是就包括他本人对这场战争 也是越来越感到动摇和怀疑 他就想要全面弄清楚美国关于越战的决策过程 可是项目组拿出来的这份越战报告 看出来的结论披露的真相太残酷了 连麦克纳·马拉他自己都没有勇气和能力解决了 但是埃尔斯伯格敢做这个事 他为了让真相公布 于是不惜坐牢 于是埃尔斯伯格做了一件出格的事 他把这些高度绝密的文件从公司给偷偷带出来了 他找到了参议员叫做富布莱特的 让富布莱特向国防部提出质询 那国防部一看你一个参议员这么质询 他也可以不理你 不是 头一扭过去 压根不理睬 埃尔斯伯格找了律师说 咱们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 要求公开越战报告怎么样 法庭说这不能受理 因为是什么 国家机密的案件 你看行政这条路堵上了 司法程序也走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埃尔斯伯格只有最后一条路 新闻媒体 1971年春 他找到了他在越南服役的时候相识的 纽约时报的记者叫做尼尔西汉的 把他第一批越战报告的复印件交给了他 这个尼尔西汉的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在当年是非常有名的战地记者 被称作无畏三剑客之一 他这一看 我的个老天 这还得了 马上打报告上去了 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当天就接到了报告 发现一座金矿 赶快增援 我们就想 埃尔斯伯格为什么要找纽约时报呢 我们来看看 这纽约时报到底是怎样的一份报纸 1851年的9月18号 历史上的今天 纽约每日时报创刊 后来这每日时报改名叫做纽约时报 当时卖一美分一份 创始人叫做雷蒙德 他在创刊的时候 他是找了两个参照点 一个叫做纽约论坛报 一个是纽约先驱报 他想在纽约论坛报那种感情冲动的这些文章 和纽约先驱报的这种道德沉沦的乱七八糟的 红红绿绿的小文章 两个极端中间走一条中间路线 在新闻上力求客观报道 在社论上尽量议论持平 纽约时报报道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因此往往被世界上其他的报纸和新闻社 直接作为新闻来源 在美国 咱们知道大多数的公共图书馆里面 你要去看书借书 他经常提供一份纽约时报的索引 他的内涵就是纽约时报对时事的报道文章 作为一个普遍的参考 1935年纽约时报的发行人传到了索尔兹伯格手中 索尔兹伯格他不是第三代发行人的儿子 他是他的女婿 这是传到了女婿手中了 五角大楼的文件呢 就在这个时候进入纽约时报的视野了 就这一个事件帮助纽约时报在那个时代 成就了这么一份重诚信 对社会有担当的报纸的编峰 好 咱们就看了啊 纽约时报拿到了这份爆炸内幕的这份五角大楼文件 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花钱在谢尔顿酒店租了几间套房 让他们的精英团队全部来到 首先要确认文件的真实性 是否可以从报纸的其他资源获得认证 是否现在得到的这份情报 与过去他们自己的报道有矛盾之处 怎么去处理 然后他们要考察 埃尔斯伯格确认纽约时报 在跟一个可靠正直的消息来源打交道 最后呢 还是一个考量 民众的知情权 国家现实的安全利益 谁重 不过每一个报人都在掂量什么是更高的国家利益 报社的编辑们呢 看法就不一致了 有的就说暂缓发表 有的说是立刻发表 最后呢 汇成意见交给了高级副总裁 找到了报纸的发行人 斯瓦尔茨伯格让他拍板 斯瓦尔茨伯格一看这个情况 发 发十天的系列报道 每天六个版 这可是大动作了 1971年6月13号的星期天 纽约时报开始连载越战秘密报告的系列报道 那兰德公司的负责人一打开报纸 傻了 一翻第二版还是 第三版还是 连翻六个版都是国家最高机密 在报纸上是通蓝大标题刊登啊 吃惊的几乎晕过去了 整个美国国防部都炸了锅了 可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为啥呢 国防部是主管对外作战的 那国防部长不过说 一拍座 说 Sarjan 你带一个班到纽约时报 把那谁是谁给我抓起来 那当兵的都不会去的 那是违法的 老大 第二天晚上走正常轨道 走正常驱道 司法部通知纽约时报的停止发表归还秘密报告 这个时候纽约时报内部有一点大家是非常明确的 你让我们告诉我们的读者以新闻独立为原则的纽约时报 驱从司法部的一个电话 没门 司法部一事向纽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法官叫做古尔芬决定了 暂时对双方的对错不做任何判断 时间也来不及了 但是事关重大 他发出了一个法庭禁制令 什么呢 判决纽约时报必须暂停发表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报纸在法庭的命令下暂停发表一篇报道 顷刻之间 法庭不准报道的报道超过了报道的本身 成为了轰动全美的爆炸性新闻 这个时候 另一个主角出现了 纽约时报刊发一月站报道的时候 最失望最伤心的不是司法部 也不是国防部 您知道是谁吗 华盛顿邮报 老对手 纽约时报第一篇报道一出笼 华盛顿邮报从上到下都疯了一样 这消息哪来的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华盛顿邮报灰溜溜的从美联社那里获得纽约时报的样板 然后呢 抄写 抄成自己的报道 更耻辱的是 他还没办法不这么做 因为这个新闻呢 太重磅了 你不抄 你华盛顿邮报的读者都会质问你 哎 那个月站报道你们怎么没登啊 所以当时华盛顿邮报的那个执行编辑就说呀 我们一边抄一边哭啊 纽约时报被纽约地方法院决定暂停刊登之后 这一下子让痛哭中的华盛顿邮报缓过劲来了 擦干眼泪 找到来源 埃尔斯伯格被定位了 但是埃尔斯伯格呢 也同意 为啥呢 那边纽约时报把他这个报告给扣下来 他也不乐意 于是他同意将报告啊 另外交一份给华盛顿邮报 这下子好嘛 拿到了报告直奔 总编布莱德利家里 这时候在布莱德利家里啊 全报社最优秀的编辑记者在一个屋子里 等了半天了 报告一来 关上门 马上就忙 整理文件 弄出了出稿 布莱德利的大屋子 另外的一个房间里是谁呢 是报纸的顾问团 律师团 他们在那边也忙活了一天 为了避免法律风险 他们决定延迟发表 于是啊 派了他们的那个法律代表走出这烟雾缭绕的屋子 到厨房给老板打电话 说老板我们定下来了 这个事啊 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麻烦 咱们决定还是暂停了 哎 这个时候正好一个编辑啊 在那边整了一天 饿了一天 跑出来到厨房弄点吃的 正好听见了这通电报 听了这电话啪一下子炸了 这些媒体精英勃然大怒 这叫什么事儿 这是这辈子我走南闯北出生入死 我听到的最最混乱的主意 你不等我辞职 最后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 54岁的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 她是第一位进入世界500强的女企业家呀 她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 您知道这个报纸啊 送到印刷厂是有一个截稿时间的 截稿时间快到了 所有人都等着凯瑟琳的决定 要是发表 好 那意味着政府部门呢 可能会毁掉整个集团 咱们这里说一下 这个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不太一样 纽约时报就是一家专业做报纸的一个媒体 华盛顿邮报呢 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大的媒体集团 它下面有电视 有电台 还有很多的附属产业 是个大的集团公司 所以凯瑟琳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他要做出这个决断 他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他父亲的遗讯 说 报道尽可能的接近被确认为事实的真相 报纸要怎么样 报纸要像个绅士一样的正派 只要对公众有益啊 报社随时要准备为坚持真实的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好嘛 这下的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大标题 通篮大标题也出街了 现在轮到纽约时报哭了 不过呀 他们这是感动的掉泪了 为什么呢 这是老对手华盛顿邮报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大的支持 不是为了竞争啊 是为了这群人终生为之奋斗的新闻理想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比冒着法律风险来刊发报道 更有力的捍卫新闻自由了 华盛顿邮报当然官司如影随形的来了 最终啊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两岸合一最高法院 1971年的6月26号早上六点 位于华盛顿最高法院大楼前面 排了一千五百人的长队啊 全美的政界 法律界 新闻界 精英进出 都在这一个决定历史走向的时刻放手一搏 四天 1971年的6月34天之后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宣布 九位大法官以6比3的表决结果 推翻之前地方法院对于报道的禁制令 大法官斯托尔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说 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 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消息传出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办公室里传出的欢呼声在整个美国回答 越战报告后来是公诸于世了 美国国家利益其实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 相反 这个事件发生半个世纪之后 我们都看到了 美国变得更加强大 1992年 纽约时报的掌门人转为了小阿瑟·索尔茨伯格 这是第五代掌门人了 小阿瑟比父辈更追逐利润 他试图促成纽约时报的平民化 让各种人群都能够接受 因此就涉及到有叫煽情新闻的出现了 使得纽约时报一度失去了公众信任 在2003年爆发了一个事件 就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问题上 纽约时报制造假新闻 这一下子跌入低谷 目前纽约时报的社论是被认为 经常采取一些比较偏向自由主义的立场 不少的政治评论员和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关系良好 在政治立场方面 纽约时报从1956年的艾森·哈威尔总统 那是一位共和党的总统以来 这个报纸就一直在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来没有支持过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2018年1月 现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向纽约时报颁发了他自己设立的2017年假新闻讲 现在公众都说呀 这当下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很多的新媒体 集体迷失了 就不知道他们是否准备再次思考他们父辈的追求和足迹呢 不过有一点跟大家说 不承认还不行 那就是最好的记者从来不会出现在最好的时代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咱们刚才说的五角大楼这个绝密文件的主角 他至今还活着 现在他回忆他当年的勇敢呢 其实他说是来自于他儿童时期的时候的一场家庭悲剧 那个时候埃尔斯伯格全家搬往丹佛 他说开车的那个父亲呢 开车爸爸睡着了 把车给开到路沟里 结果丹尼尔的母亲和他的姐妹在这场车祸中丧命 丹尼尔从那件事情上深深的留下了印记 他从此知道 即使是最亲的人把握方向的父亲 也有可能因为疏忽和没有被提醒而犯下大错 咱们说那些耳边只有阿谀奉承的领袖们 那更容易因为缺乏监督而误入歧途 媒体的呐喊其实是在救人 救着犯错的政府 救着无辜的人民 历史上的今天 纽约时报创刊 未经摧折的新闻理想 如同未经风霜的梅花 哪得香如雪